盆景五种枝条修剪方法只要学会后,再也不用求别人。 1.平行枝 平行枝,意思就是在一根树干上面萌发出了两根平行生长的侧枝。 而为了让盆景看着更加的清爽,于是就会剪去其中的一根枝条,让整体造型看着更加雅致、清透。 2.交叉枝 交叉枝就是两根交叉在一起的枝条。 这样的枝条会让盆景整体看起来十分的杂乱。 所以,最好是剪去交叉枝条当中的一根枝条,让植株看起来更加的干净利落,不显杂乱。 3.虫叠枝 虫叠枝长得和平行枝类似,但是它却比平行枝还要密集,就是两根挨在一起的枝条。 这样的枝条,生长起来比平行枝还要难搞,毕竟挨在一起的枝条,首先造型不好看,其次就是枝叶不通风就会容易发生病虫害,所以就要把它们给剪掉。 4.对生枝 对生枝很多人都不理解是怎样的枝条,其实就是对立生长的那些枝条罢了。 这些枝条建议大家最好是剪掉一边,因为这样的对生枝很不好做造型,生长起来也没有格调,所以大家就顺应着造型的趋势把它剪掉一边就好了。 5.轮生枝 轮生枝和对生枝的生长状态是差不多的,但就是轮生枝会比对生枝多一点,就是会在一个枝节处长出一轮的枝条来。 这时候就建议大家只留下其中的一根枝条即可,这样才能够重点突出盆颈的韵味来。 修剪盆颈枝条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,只要定好一个大致造型方向,然后再按照上面五种修剪枝条的技巧来修剪,那么基本上都不会剪错枝条了。 关注我,了解更多盆颈小知识。